女孩被拐卖八年终于找到家人 不料刚和亲生母亲相认 就被一群土匪给破坏了 看到飞来的箭矢 母亲赶忙让女儿逃跑 女儿逃跑 眼看身后的土匪紧追不舍 几人慌不择路只能跑进了深山老林 夏苗女孩脚下一滑 狠狠地摔在地上 等她从疼痛中回过神 竟发现自己与母亲走散了 为了保密 秋烟只好强忍疼痛 躲进了一旁的草堆里 等没了脚步声 她才忐忑地走了出来 结果刚好被折返的土匪抓了个正着 还要将她再次卖给人犯的 这可把秋烟吓坏了 强装淡定地说出自己刚认亲的地址 我爹回来属我的 一定比你们卖的钱多 以为是女孩故意扯谎骗人的话 土匪二话不说就要将人绑抖 我没骗你们 什么亏 千钧一发之际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小公子 一个飞腿就将土匪击出两米开外 还贴心地让女孩闭上双眼 紧接着小公子火力全开 轻松地将土匪全部解决 知道对方不好惹 土匪立刻将目光放在秋烟的身上 想用她当作人质 好在小公子眼疾手快一把将人拉走 这才有惊无险 八两也在这里提醒大家 若是出门遇到人犯狗 大喊救命的效果甚微 只有对周围的人喊抓人犯狗 才能引起好心人的解决 等小公子解决了土匪 他立刻让侍从去将此事报告给县衙 并让女孩赶快离开 可秋烟刚和相认的母亲走势 对新家也充满了陌生 反正她从小流浪惯了 还不如从今往后跟着救命恩人 你有钱吗 你识字吗 可会算出记账 小公子说完再次安慰秋烟 她如今连立足的本事都没有 还是乖乖回家为好 紧接着 小公子便骑马带着秋烟 找到了她的母亲 还给了对方二两银子作为盘缠 这让秋烟十分感激 正要离开再次被小公子叫主 看着递过来的折扇 秋烟满脸的疑惑 小公子却劝她好好读书写字 对未来要有期待 你叫什么名字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纸上有落款 看你几时认得 秋烟闻言再次道歉 希望两人有机会能再见面 时间一转眼就过了十年 当初单纯稚嫩的女孩已变得亭亭欲立 而秋烟心里所想所念的 还是当初救下自己的小公子 看着面前珍藏的折扇 秋烟发誓今生非她不嫁 不料次日一早 姨娘就为秋烟安排了一场相亲 眼看媒婆都上了门 秋烟只能硬着头皮前去应付 谁知对方不但妻儿丫鬟无数 年纪也是到了花甲 无奈秋烟只能破罐子破摔 谎称自己从娘胎里就带病 除非能有西式珍宝每天资 才能平安无事 这让一旁的姨娘立刻呵斥 让女儿不要胡说 梦梦既然是前来相看的 有什么影迹藏着掖着 这不反而害了人家吗 这方话下的媒婆不敢再多顾问 直接起身告辞离去 看出了女儿不想嫁人 姨娘只能暂时作罢 这天妹妹秋敏突然找到秋烟 称自己要去英国公府苏燕 可身上的衣裙却跟团扇不相比达 希望能借姐姐那把珍藏的折扇一用 二姐姐不会这么小气的 对吧 听到妹妹的央求 秋烟无奈只能答应下来 殊不知这一决定 竟让她和苦寻十年的恩人错过 这边大意的秋敏在宴会后 将折扇落在了复宴的地方 谁知刚好被王爷捡到 这让她瞬间想起小时候救下的母亲 得知这是秋家之女秋敏 王爷立刻找到了她 姑娘要找的可是一把折扇 嗯 正是 听到对方肯定的回答 王爷当即认为秋敏就是小时候的女孩 急忙将手中的折扇递给了对方 听到秋敏道谢 王爷的心顿时软了几个 让她不必谢自己 看着姑娘的背影 一旁的侍从也不禁敢看 两人有缘竟再次相遇了 这边秋府中 秋烟还在为找不到救命恩人而失望 丝毫不知对方已经认错了人 为了逃避再次被相亲的命运 秋烟当即决定入宫当女官 这样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四日一早 秋烟就跟随嫡妮去参加贵妃的宴会 只因要想入宫当女官 就必须得有人举荐 秋烟便想先在贵妃的面前博得好感 谁知刚打开盒里 精心准备的礼物竟变成了一块石头 突如其来的变古 让秋烟心中一惊 而她很快就镇定下来 借助石头来夸赞贵妃端庄质 一张乔嘴将对方哄得眉开眼笑 真是个伶俐的小丫头 贵妃说完询问秋烟想要什么赏赐 得知她只求一个能参加女官考试的机会 贵妃当即让她回去后职 谁都没想到 秋烟的礼物被调包 都是王爷动的手脚 原来就在宴会前 王爷替贵妃查验尽献之物时 意外发现秋家的礼品有两份 得知这是秋敏的姐姐秋烟所准备的 王爷特意留意了一番 一时间被对方的秀迹所感叹 但他却误以为秋烟要借此攀附权贵 王爷就将秀品给换成了石头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秋烟竟巧识如黄糊弄了过去 事后王爷故意带着贵妃赏赐的牌匾 来到了秋家 以为是自己进宫有望 不料贵妃娘娘就只是夸赞她天资聪颖 赐牌匾一块 这让秋烟大失所望 但很快她就察觉出里面的不对 大着胆子拦住了王爷 称她这么做实在是小人之举 面对秋烟的质问 王爷并未有丝毫掩饰 她就是看不惯秋烟的攀附权贵 凭一张嘴就想迷惑贵妃娘娘 可秋烟却觉得自己没错 她只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去做事 又有何过错 现在这种口不贼人的信息 在这发建功三日就是化骨城 会去赐养运发人的母大人 听着对方的耸刺 秋烟一脸的不服气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算是不欢而散了 真不知等王爷知道真相 会不会后悔今日的所作所为 几日后 秋烟跟随家里的姐妹一同参加锤玩大赛 看到那个讨厌的王爷也在 秋烟顿时没了好脸色 而众位参赛者赛前都需要压上彩头 但秋烟囊中羞涩 就想拿出好友相赠的木簪 可却被其他贵女嫌弃太寒酸 眼看秋烟陷入尴尬的境地 王爷及时前来解决 将自己的御班纸放在盘子中 称自己替秋烟出了这份彩头 众人健壮大吃一惊 不知道秋烟何时与王爷有了交情 而同样吃惊的还有秋烟 她明明记得王爷对自己没有好感 为何还要出面帮助自己 还不等秋烟想明白 大赛即将开始 而刚才欺辱秋烟的贵女 更是在大赛上处处跟她作对 还想在最后的关头故意使坏 趁着对方挥甘之际 秋烟及时躲避这才有惊无险 见自己误伤了他人 贵女也慌张起来 你刚才想打的人其实是我 对吧 好啊 你陷害我 见秋烟得意地离开 贵女气不过挥起杆子就朝她砸去 不料还没下手就见秋烟倒在地上 这下贵女有嘴也说不清了 被管事直接淘汰 这番场景全被王爷看在眼中 没想到秋烟一个小姑娘 用一套连环激将法 就将对手制得服服贴贴 一时之间 王爷不禁对这个不遵守规矩的姑娘 更加感兴趣了 当即上前将秋烟拦腰抱起 还小声拆穿了他假摔的计谋 见对方看透竟没说破 秋烟对这个一反常态的王爷更是紧急 谁知对方只是将她放下休息 就转身离开了 等到比赛结束 高座上观赛的老王妃 乐得合不拢嘴 让王爷作东好好招待这些参赛的归时 很快几人便来到灯会游玩 间接到两旁高挂彩灯 秋烟也难得高兴起来 一旁的好友秦轩提 要去酒楼订桌饭菜 带着其他人急匆匆地离开了 只剩下秋烟与王爷独处 这让他们有些许的不自在 但还是在街上闲逛起来 看到远处的烟花绽放 秋烟不自觉露出幸福的笑容 这让一旁的王爷直接看待了 自从认识秋烟以来 还没见他如此开心 大人在看什么 王爷闻言立刻回过室 压下心中的悸动 表示自己刚才是在看风景 听到远处有恐龙灯可以许愿 秋烟兴奋地跑过去 张口就要了两个 却被商家告知只剩下一个 我看二位男才女帽不如和写一个 那预约岂不是更好了 秋烟闻言不慎在意 随后两人便在孔明灯上 分别写下了祝福 等来到桥土 秋烟双手合十 希望上天能保佑她 早日找到救命恩人 谁知刚睁开眼 秋烟就看到了王爷 写在孔明灯上的落款 与折扇上的一模一样 缘分有时候就是如此的妙不可言 回忆瞬间涌入脑海 让秋烟惊喜交加 秋烟没想到救命恩人就是王爷 急忙想从袖口中掏出折扇相认 不料被同伴给打断 看着对方离开的背影 秋烟还是觉得自己好似做梦一般 次日一早 秋烟跟随母亲去寺庙祈福 刚好碰到了王爷 这让秋烟十分紧张 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了 我有事情要同你说 跟我来 随后秋烟便带王爷来到山顶的庭台 让她欣赏雨后的云景 可王爷所看到的 却是秋烟融入美景的绝美画面 一时间心动不已 紧接着秋烟郑重向王爷道谢 以为对方在说上次解围的恩情 王爷让她不必在意 谁知秋烟却讲起了往事 她又是被一位小公子所救 如今终于能再次道谢了 而她也谨记恩人的教诲 这些年认真读书好好习字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 不能立足的小姑娘了 两个身影重叠在一起 王爷顿时惊喜万分 才明白自己错的离谱 原来当初的小姑娘 就是眼前古灵精怪的秋烟 能将这番话告知大人 也算了了我多年来的心愿 秋烟说完不由地红了脸颊 匆忙与王爷告别就离开了此处 此刻王爷还沉浸在惊喜之中 没想到让自己心动的人 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 而自从知道真相 王爷开始变得殷勤起来 隔三差五就邀秋烟出门 两人的关系也变得越发清静 不料这天夜里 王爷正准备送秋烟回家 却遭到了仇家的暗算 她拼尽全力才护住秋烟 但也因此深受重伤 看着昏迷不醒的王爷 秋烟顿时无比绝望 察觉出剑上有毒 秋烟立刻以身犯险 随后就想拖王爷去看待女 可她一个弱女子 又怎会拉动一个男女 无奈秋烟只好借住一旁的车甲 即使多次摔得满身是伤 秋烟也毫不在乎 发誓定要救活王爷 不知跌倒了多少次 秋烟终于历尽万难将人带回了王府 而王爷也成功保住了性命 但是醒来的时间还未可知 这让秋烟担忧不已 王爷的身边寸步不离 听到王爷昏迷中还让自己快跑 秋烟满心的感动 开始倾诉埋藏在心中的爱意 她本以为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父母家人 再也没有让她害怕的事情 可当她看到王爷受伤 她发现自己害怕极了 知道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爱上了王爷 这番话全被半晕半醒的王爷听在耳中 能够互通心意 王爷只觉得身上的伤都不怎么疼了 次日一早 王爷看着一旁沉睡的秋烟 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 两人经此一遭情意突飞猛进 四目相对 就连空气都升温了好几度 八两也在这里住天下的有情人 都能顺顺利利地走到一起 俩快病 Mais sabe 是 不哈哈